不好听吗?我觉得还可以啊 还是你不喜欢?要不你给他起一个? 我没有觉得不好听,还不错 就是觉得是个男孩子的话 嗯,他会哭的 不至于吧 感觉是个男孩子叫肉的话也挺不错的呀 再说,我感觉是他自己挺想也挺爱吃肉的呀 叫肉的话他应该也没什么意见啊 这天晚上,两个人到底是没讨论出来 到底要不要叫以后的孩子赴肉肉呢 因为后来的时候,小女人说着说着 已经趴在男人的身上睡着了 对着女人恬静的睡眼看了好大一会儿之后 男人依旧依依不舍地在她的额间印下了一记身文 现在的女人已经怀孕了 那么她必须得把公事弄到书房去做 不然会影响到女人休息不说 也怕自己开着笔记本会给她带来辐射什么的 临下床时 男人的大手轻轻地附在女人的小腹上停留了几秒 他心里想着 不管以后的小家伙是男孩还是女孩 也不管是真懒还是假懒 总之 这时候是时候让他该动一下了 要不过几天还不让妈妈感受到太动的话 妈妈一定会担心的 末了她又在心里警告她说 是你自己就这么爱吃肉呢 将来也绝对不能不喜欢肉这个名字啊 不然的话我还是会收拾你 反正你就给我记好了 在这个家 妈妈永远第一 爸爸第二 你完全不会有什么地位 给我欺负她试试 某只肉肉出生以后真的觉得 自己在这个家里真是一点地位都没有 她老爹还动不动就上手 可怜她真是需要妈妈疼的年纪 却没完只能搂着抱抱熊睡觉 这么凄惨也就算了 她头发都白完了 老爹居然还一正言辞地跟她说 她这完全是为了她好 生为一个男人 就该早一些独立 老是黏在女人的身边 算什么男子汉呢 她还好意思说她是个什么男子汉 自己整天了还黏着妈妈怎么不说呢